利用一个氦气球实现从外太空俯瞰地球 是不是很酷啊 马斌说浙江 这里不一样 大家好 我是马斌 实现一个疯狂的梦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然 把三公斤多的全景相机绑在氦气球上 上三万米的高空 记录下360度全景的近太空地球外貌的画面影像 跨越整个中国 奔向初峰 莽去墨河 踏上东西 漂流三亚 踏过中国的东西南北四角 拍摄一场身临其境的观星体验 做这些事呢 不是什么科技大公司 也不是什么世界五百强 只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敢想敢干 还真给干成了的年轻人 他们的老大是一个24岁小伙 别人喜欢他叫Tim 牛掰的是啊 他目前所拍摄视频在中国的B站收获了350.8万的粉丝 总播放量1.7亿 1506万的点赞 他为什么这么牛呢 2015年 在英国肯特大学电影系读书的Tim 用他最擅长的短视频记录下了一个梦想 利用气球把相机送入太空 这个梦想听上去非常的不好谱啊 因为要涉及到报批啊 资金啊 人脉啊 空域许可等等 他哪是一个年轻人 想干就能干得了的事呢 那时候他才19岁 Tim啊 有多着迷这事啊 高中时期 他就在优酷上做起了频道 每天自学14-15个小时的特效和前期拍摄 并且在2015年买了他人生第一台摄影机 BMPCC 也是在那一年 他把他自己频道命名为什么 影视飓风 总之啊 这小伙子 只是喜欢做他自己热爱的事 他还给自己当时的偶像凯W发邮件 说自己有很多很贵的设备 愿意免费为他工作 这凯W啊 也不是一般人啊 是全球订阅量最高的相机评测博主 Tim就为凯W工作了三年 在这个过程中 Tim收获了大量的资源 接触到了很多有名的导演和人士 后来呢 有了自己的频道 频道还因为凯W的推荐有了爆发式的关注度的增长 这一点有商业的话说 团队很快从商业层面进行反思 并且寻找新的逻辑 注册了个淘宝店 贵人出现了 2017年团队和一位向日本出口电芯和灯光产品的生产商合作 第一代飓风灯进入市场 市场上同类产品卖六百七百块 飓风灯售价三百块 这性价比非常高 到今天为止啊 这个飓风灯已经出售了五千台左右 随后呢 还推出了服装和影视拍摄专用电视等等 那这些小项目的成功啊 也让Tim第一次接到了一个十多万的单子 英雄联盟春季大赛宣传片 与此同时呢 Tim和他团队也开始做各种硬核科普 测评短片 接着 他们为B站更多品牌拍摄了商业广告 以及Vlog相关的内容合作 2019年1月 Tim的账号粉丝量达到二十万 有趣的是呢 达到二十万那一天 Tim发了一条二十万粉丝 可以赚多少钱的视频 一周涨粉 四十万 随着自己小团队的实力提升 2020年初 Tim决定再次开启五年前的那个梦想 就是利用气球 就是高空氦气球 把相机送到至少两万米高空 并且拍摄地球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氦气球呢 因为把这个相机送到高空之外啊 还要稳定清晰高质量的画面 能拍摄地球 这才算 但如果要达到这个要求呢 至少要到两万米的高度 而能够达到这个高度的 这个载具有限 所以就选了高空氦气球 幸运的是啊 每一次他寻求帮助的每一个人 都对他点了头 全景相机由Insta360提供 特殊云台呢 有好朋友动作开发 空域爆批和气球 跟踪定位技术支持呢 由中国科学院通贴信息研究院提供帮助 B站新计划也提供了赞助 每天正好是冬至啊 12月底的内蒙古 沃拉特中期啊 那地面温度差不多就零下20度吧 那高空温度 差不多可以达到零下60度70摄氏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 把一个重达三公斤的全景相机升上高空 还要维持这个相机的正常的运转 还要实施进行追踪定位 难度相当之大 当时呢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的老师们 给予了他们相当大的技术支持 低温下 这群年轻人被动得够呛啊 每个人的眼睫毛都被镶上了一层冰霜 在家时不时的 这种大风啊 吹得反昏人立马就那么动了 凌晨三点 在内蒙古漆黑的雀眼上 一辆吉普车 在这带着团队的所有成员 设备和希望 事项放飞了 经过几轮测试之后呢 早上七点气球放飞 缓缓从白茫茫的雪上上升啊 所有人都仰着头 就盯着那个气球就傻乐 可就在气球飞到四千米的时候 一星数据丢失了 信号戛然而止了 气球数据显示 设备还在上升 但当气球断线之后呢 相机定位将完全丢失 也就是说 当全景相机降落到地面之后 没有定位数据 那要找到它 那无异于是大海楼真的 几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到达了原定的设备降落时间 Tim团队呢 决定根据气球断线时的位置数据 画一个落点的大概的范围 进行人工的搜寻 我们去追气球 这个身边的小伙子随口说道 这Tim接着这话呢 就朝着拍摄镜头说道 我们去做追星星的人 我们去追气球 我们去做追星星的人 就在这时刻 所有观看这个视频的人 都在弹幕里不约二统打出 我们去做追星星的人 我们去做追星星的人 这一刻呢 他们感同身受着梦想的力 然而几个小时过去 一星数据并没有找到 天黑了 球场上没有传来胜利的哨声 第一次放飞 失败 第二天 他们启动了二号预案 Tim和小伙伴们心里都知道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机会了 如果这次再出意外 那一切都搭水漂了 那为了多取得一个定位数据 在设备上方绑了连接的充电宝的iPhone 那为了避免iPhone被低温冻坏 还裹上了个暖宝宝 那团队亲切的把圆球撞的全景相机 成为小破球 那在所有人会严重的紧张 和肉眼可见的期待 二号小破球 升空啊 两千米 三千米 四千米 啪 气球爆破 上万的梦想信条从天空洒落 大家在弹幕里纷纷许愿 祝考试顺利通过 家人平安 健健康康 能在新的一年里遇到爱的人 直到三纳米高空 数据都在正常显示 这一次他们成功了 大家能看到吗 这就是他们拍下来的地球表面的样子 利用一个氦气球实现 从外太空俯瞰地球 是不是很酷啊 曾以为自己压根不会被鸡汤所感动 但没想到被替补的鸡汤感动的热力盈眶 当写满了一万个普通人梦想的气球 在浩渺太空 啪 绽放 配上那数不清的普通人 最平凡 最真实的弹幕梦想的时候 唉 老了一种啊 我不想用成功去定一题 但至少他让我觉得 一个年仅24岁的年轻人 也可以拥有这样的气度和胸怀 用他的热爱 乐观 坚持和聪慧 得到无数粉丝喜爱 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他 愿意追随他的脚步和信仰 成为更有作品的人 今天十月底 影视飓风将新的工作地点设在了杭州的渔航 这个互联网人所梦想和热爱的地方 他用视频为粉丝介绍公司的新工作室 蒂姆表示 他把公司命名为新澳传媒 意思是星辰大喊 奥斯卡 他说啊 二十年后 他的梦想是 在火星上 拍视频 如果您还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评论哟 喵